大家現在吃飯、看戲、去購物、甚至是找冷知識 一打開電話,就是Google、YouTube那些 一搜尋就找到你想找的東西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還沒有網絡的時候 又是怎樣找答案的呢? 今天我們就簡單講一下跨越幾代人的搜尋引擎 大家好,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日常生活裡面,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講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歡迎訂閱我們 1877年,世上第一部手提電話剛剛面世 一個叫George的人 在他眼中,這一部不是手機,是相機 於是他靈機一觸,創建了New Heaven Telephone Network 由於當時電話是奢侈品,所以不是每個人都給得起這個服務 而所謂的第一本電話寶,其實只是一張卡紙 嚴格來說,它不是寶 但是那些客人就當他是寶 因為他就是1878年,記錄了大約50個客戶的通訊資料 當中包括個人家庭或企業 短短半年之間,他們的用戶已經由50個增加到391個 電話公司也都看準這個商機 正式發行收費的電話寶,每年22元美金 裡面不單有客戶的聯絡電話 亦都有很多商店和政府部門的電話 這麼多板紙,所以慢慢就變成了本寶 說到這裡 這個蓋世寶的search engine都差不多成型 但是只不過局限在某個地區 還未去到蓋世 而真正search engine的始祖就是王業 1883年,淮俄明州 一個印開電話寶的印刷商 有一天他印印電話寶,發現白紙不夠 又趕著出版 這個時候,他一個三歲的女兒就走去安慰他 爸爸不用怕,王子會來救我們 他爸爸謊言大誤,心想 沒錯,就是王子 不夠白紙,用黃色紙就行了 於是不打不撞,就用了黃色紙去印刷 而且印出來的效果相當鎖醒 之後就有很多印刷商 跟著他改用黃色紙來印刷電話寶 久而久之,在街坊的心目中 電話寶的代表顏色就是黃色了 去到1886年,一個美國生意佬 叫做Rubin H. Donny 他發現不同的電訊商都推出各自的電話寶 要找人就很不方便 於是,他就用他家Marketing公司 Dex One Corporation 跟不同的大型電訊商商談點數 發行一本全新的電話寶 可以給廣大的市民,而且是一個崩都不收 所有的利潤,就只是來自廣告商的廣告費 他很有自信,一定會有很多商家 會在這本報道下廣告 而這本就是Yellow Pages 幾乎整個20世紀都是黃頁的黃金時代 加因當時手機、傳呼機、傳真機 故網電話的發展勢不可擋 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需品 加上整本黃頁的設計分類做得很好 他會按照不同的範疇、不同的行業去分類 再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搖身一邊就有一個普通的contact list 變成一個搜尋引擎 真的用對手就可以尋找這個世界 沒有騙你的 當時有個slogan就是 reput your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 所以你跟人有仇 你就可以靠著一本電話號碼覆蓋全世界的電話寶 就查到他的電話 接著打電話去散他一鑊 這個就是所謂的蓋世寶 叩到沒有了 黃頁的傳聖時期 全球至少有75個國家和地區出版 1954年以來 每年出版黃頁的數量 由6000萬本增加到6.15億本 而黃頁每年的廣告銷售額 就超過140億美金 不過隨著互聯網的興起 大家也都相約看漫天黃頁遠飛 黃頁也都隨著時代慢慢飛歐 而新的search engine龍頭 就讓我Google一下是什麼 廣告時間,馬上清場 哦 沒錯,現在在Google打幾個字 就自己曉得把幾千萬個答案給你 就好像演算法 帶了你們來看格物一樣 那究竟打什麼字眼 會更加容易找到你的答案呢? 那就要靠Google SEO的服務 多謝DigitalSue Sponsor我們今集的冷知識 他們是一間香港本地的 Startup Digital Marketing公司 主要提供Google SEO的服務 意思就是幫你的網站排上Google 不是付費廣告 而是講一般的搜尋結果 那些人找東西的時候 就自自然會看到你了 他們還可以幫客戶做好內容行銷 不需要夠黑銷 都可以增加品牌的口碑 所以如果街坊在search engine 一眼就看到你 那你就可能多個機會有生意了 DigitalSue 還提供了一些search engine的小知識 如果想學習一下 找東西準確一點 記得看到最後 剛才說到search engine的龍頭就在Google 而Google的誕生 我們就簡單講講兩個創辦人 Larry和Shergy的故事 Shergy自小計算數 就算到曉飛了 我們小學電腦堂 還在偷雞玩無過性戰隊的時候 這個人已經懂得用電腦砌程式 那些老師當時就嚇了一跳 他就繼續用他這麼厲害的數學才能 在1955年 他連石瓷都不用讀 直接在史丹福大學 讀Computer Science的博士學位 而這個時候 他就遇到他生命之中 最重要的男人就是Larry了 他們兩個讀同一個學系 一見面就隔劍了 他們各自拿自己的公式出來比較 所謂純槍舌劍 大家都對自己的論點很有見解 雖然初次見面 但就懂英雄更英雄 他們很清楚對方擅長的領域 於是就一起組隊寫論文 當時沒有人猜得到 這篇論文就是他們搞創科的契機 史丹福大學這些高等學府 當然就是精英混雜的 那篇論文就是他們分高下的指標 當時他們兩個就投行著 做什麼主題好呢? 蘋果電腦應否釋機? 指紋解鎖是否適用於國王? 如何正音打開 還是做如何正音打開魔術貼呢? 還是炸製機能否解決一切問題呢? 這些主題他們是沒有想過的 最後他們想過的主題 就是當時很Hit的互聯網 當時上網找資料 經常都會展示一些不關事的答案出來 所以他們就想 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搜尋器 令大家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想找的東西呢? 於是他們在1996年 共同開發了PageRank這個技術 而且研發了一個叫BackRub的搜尋引擎 以前Search Browser的搜尋原理很簡單 就是哪個網站出現得最多你要找的字眼 就會放那個網站在頭上 而PageRank的原理就完全不同 簡單來說 你Search那個關鍵字 越多網站有Refer相關的連結 就會排得越前 一些公信力比較高的網站 都有Refer這條link的話 就會排得再前一點 再加上用戶 按這個網站的次數統計 所以它未必是最好 但它的結果一定是最準 你Search一下格物 多得大家的支持 那些link 按來按去 又Search 又Like 又成功 所以我們的結果是排在第一版 而且是超過香港大學 我們純粹當例子提一提 就是沒有什麼其他意思 當然第一頁不是那麼簡單 就上到去的 PageRank發展到今時今日 已經有超過200個因素 會影響著結果 究竟上不上到第一版 這些全部都是要透過SEO去做的 所以排到上去 其實是對於一些找東西的人來說 是比廣告更加有準確和可信性的 順帶一提 大家千萬不要幫我們插數據 不要啊 不要啊 有一天 他們發現了這個BackRub 搜尋引擎 大受歡迎 有成千上萬的人都在用 當時他們第一個想法就是 既然那麼多人喜歡的話 不如我們把這個技術 改善得完整一點 然後再賣掉它 經過了兩年的努力 他們在1998年 開發了一個改良好的Search Engine Larry 和Serge 後來得到Funding Sun的聯合創辦人Andy 的10萬元美金資助 他們就在車庫開設了他們的辦公室 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雜物堆裡面 就這樣找個位置 放張桌和電腦就這樣做事 順帶一提 這個車庫 其實就是他們第16位員工的 他叫做Susan 他目前已經是YouTube的CEO 就是這樣 他們在裡面默默耕耘 一直將自己的品牌推廣出去 一直提升服務的質素 員工也都由兩個人變成十幾個 終於在1998年9月4日 他們正式創立Google公司 在這個時候 Google已經是一間 稍有名氣和規模的start up 嘩 這次越做越大 你看我的人才走出來 一知就知道我是做大事的 錯了 他們不做了 他們直接想賣掉它 因為當時他們還在讀書 所以一邊創業 一邊兼顧學業 實在太辛苦了 建值一點錢 不如賣掉它 於是他們在1999年頭 想將Google賣給同樣 都是搜尋引擎公司的Exite 但對方不展示它 既然人家又沒有眼光 我們唯有自己繼續做大它 我們放遠點的眼光 殺入植谷 在1999年3月 他們的office 就由車庫 搬出去加州的帕朗奧圖市 即是很多start up公司的發源地 植谷 而在短短的兩年之間 Google的年收入 已經飆升到22萬美金 在植谷 有很多的投資者 就看中了Google的潛力 同年6月 就有兩間大公司的投資者 為Google主資了2500萬美金 自此一路發展下去 就成為全球幾乎都在用的search engine Google這個名字 其實是源於數學的專用名字 即是十幾百次放 即是有很多的零 象徵著他們可以提供 究極超級無敵 終極多的搜尋結果 不過去到註冊商標的時候 不知故意還是不小心 他們串錯了Google做Google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的串法就是這樣 而Google早期的Logo 他們更多了一個感嘆好 因為他們很仰慕當時Yahoo的成功 不過相信現在Yahoo 都會很仰慕Google的成功 又到了最無聊的冷知識時間 Google這麼大公司 究竟有什麼冷知識呢 如火如荼 有沒有發覺 逢是大時大節 Google的Logo總是會有些變化 配上節日 原來這件事都有段估 1998年8月30日 Larry和Sergei去參加火刃藝術節 所以就無緣無故 在Logo加個圖鴉 讓人知道他們坊家 這個傳統也都傳承了下去 每逢節日或者一些大事件 就會用圖鴉來搞搞的Logo 而Google這個獨特的文化 還有一個堂 就是叫做Google Doodles 珍妮花對波圖 你真的有心情嗎 我不相信 坊間除了有馬賽對波圖之外 其實在2000年曾經出現了一個熱潮 就是大家一起搜尋珍妮花對波圖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踢球的東西 是當年的格林尾頒獎典禮 上 Jennifer穿了一條很性感 很DipV的綠色裙 所以第二天 整群街坊就不斷搜尋這些關鍵字 想看看究竟有沒有一些波圖看 沒錯 Jennifer就是為此而來的了 而這件事就激發起Google的靈感 喂不要只搜尋字 不如搜尋圖 於是Google image就誕生了 說到這裡 我們也要跟Jennifer說聲多謝 因為沒有她 我們就很難找圖做片 多謝 掃地而已 掃地不是觀眾嗎 羊具有益處 沒錯啦 羊具有益處 Google也很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在2009年 他們對外宣布不再用割草機了 他們開始遭用山羊 放在Google的後花園 用食草的方法來修緝草屏 這樣做又環保一點 又靜一點 空氣又會好一點 大家又會支持Google多一點 網絡含龍 終於出手了 可能不是個個都知道 其實用Chrome的Bowser上網 如果是處於離線狀態的話 這個時候你只要按空白鍵 就可以召喚到一隻恐龍出來 然後就可以玩一個網頁的小遊戲 還有得計分 讓你在等連線的時候 可以解一下門 大家看完這條片 可以馬上拔到這條線下 大家做功課 或者找reference的時候 有時候都未必 真的找到很貼切的搜尋結果 除了關鍵字 要想得夠準確之外 究竟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提高準成度呢 Digital Suit 就寫了一些行內的知識給我們 大家參考參考一下 Digital Suit 它是用來剔除個別關鍵字 很簡單 如果我想search 如何制服誘惑 但我知道 它彈出來的結果 是一定會令你制服不到誘惑的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你search制服誘惑的同時 輸入一個減號 然後不用空格的 直接打制服 它就會show 一些含有制服 這兩個字的結果給我們 嗯 舒服了 終於找到我想找的東西了 這個方法就是直接搜尋網子裡的關鍵字 例如我想search格物 但這個詞語太偉大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結果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先輸入這一組字眼 再打格物的英文blank in blank 出來的結果 就只會含有blank in blank 這一組關鍵字的網子 我們還有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就是subscribe格物 按鈴鈴 那就不用怕找不到我們了 雙引號的方法 就是用來search 一些exactly是那個字眼的結果 例如我想找 河北省彩色的花 我知道 只要我一打河北省彩花 我就一定不會找到我想找的結果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要加上雙引號 括住我這個關鍵字 我就會找到 我最想看的河北省彩色花 大家學好這三個方法 但是做功課 做research就得心應手了 不過千萬有search佔弱 好怕啊 快點不用怕 不用怕 不過怎樣都好 多謝Digital Zoo 贊助今條片 喂我們之後找片都容易 是啊 關於search的東西 其實揮了一些經歷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search的東西 都是我以前 找工作的時候的經歷 話說我那陣子 就找了Headhunter 幫我發出一堆CV 然後那幾天 就有一間公司打來 他就說 喂哈囉你好 我們是高分創意學校公司 我們看了你CV 我們有興趣跟你做過面試 那你回覆我 看看哪天可以上來做面試 我就說okok我量度一量時間 然後就收到它 那我又想了解多些公司的背景 然後我就上Google 就搜尋高分創意學校公司 那一搜尋就發現 嘩好奇怪喔 即它的網站呢 很簡陋 即是根本就是一個白色的畫面 然後就有些 新西名體的字 啊 撿都沒有撿過 對 About us 那些 就是幾句話 然後我覺得 嗯這個是偏案來的 那我就沒有理過它了 那如是者呢 過了兩天之後呢 他又打來喔 他就說 喂先生先生 請問你有沒有興趣啊 你有沒有興趣都回覆我們啦 然後我又打機火了 我也不管你啦 你還想騙我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喂不用了 我知道你們是騙人的 所以 不要再打給我了 那他竟然罵回我 他說 啊先生 我覺得你搞錯了 你試一下 立刻搜尋 Gofuncreative.com 是不是星期二啊 OK 我可以過來見工 但他已經CUT了我 為甚麼我喜歡你 因為你夠拿命 不知道大家還有甚麼 搜尋的故事呢 歡迎在後面留言 在後面點 在下面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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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